好,来,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在这儿是一个闷寒术 我们看一下干什么事 稍一捋一下 最好结合的代码寒术 闷寒术里面 我们说了是不是有很多模块啊 对不对 这是不是UI模块吧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不是 有玩家 对不对 Player 对不对 好,然后还有些什么是 Audio Audio模块 我们就先写到这儿吧 好,怎么用到的几个 先写我们用到几个 那这个闷寒术 看到这个闷寒术里面是干了些什么事啊 看闷寒术里面 闷寒术里面是不是就把几个 UI模块的UI manager给加载起来啊 然后Player manager给加载起来啊 对不对 Audio manager给加载起来 对不对啊 是不是干这个事啊 那把这个东西里面啊 这个闷寒术它是个入口寒术 就把这几个类给加载起来 它是每个模块的入口寒术啊 就跟你们家门神一样 对不对 你首先你进在这个门啊 你得看到先拜一下官二爷 不然的话会走 哈哈哈哈 好 然后这个 UI模块 UI模块有哪些东西啊 UI模块里面是不是我们说了有 有有有有有有的他起吧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一的他起啊 然后是不是有 skill我们的技能对不对 释放哪些技能吧 对不对 这又是UIManager下面有这么多纸类吧 对不对 有这些纸类啊 好来看一下 对不对 看这 闷寒术里面 它有这几个东西啊 啊 第一个是Player Manager 第二个是Audio Manager 什么UI Manager等等 这几个模块的入口 所以说这样一看就知道 好 然后这个Mani 这个Player Manager里面有哪些东西啊 是不是有个Player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一个Player Control那吗 就这个玩意儿吗 啊 这个Player Manager Player Manager 里面是不是一个Player Demo Control呢 你叫任何名字都行 他管理了这个东西啊 Player Demo Control呢 啊 好 好 我们这个这个稍微再画一下 稍微画一下 稍微再多加一集 这UIM Manager里面 不光是这个东西啊 UIM Manager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叫Player Scale Control呢 对不对 是这个玩意儿吧 啊 他干啥的 他是这个模块的入口 对不对 啊 啊 是吧 Player Scale Control呢 对不对啊 啊 啊 他继承是不是Uibase啊 啊 啊 Uibase啊 这玩意儿继承是Uibase 好 好 然后这个胶本下面 是不是管理了两个模块 一个 管理了 管理了这边的逻辑 这个叫什么啊 是不是一个是Edetach啊 Demo Logical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Skill啊 看代码就是这么简单嘛 这个 你要捋一下就行了 啊 就是按照按照这样的图 按捋一下 又知道在类类之间的关系了 啊 看到我们这里面 是哪个类啊 这个是 哪个类啊 不是这个类啊 Edetach Demo Logical啊 是不是写的在这里面 Edetach 里面是这个类啊 啊 Edetach Demo Edetach 那这个技能是不是这个啊 big tag big tag 是UI 啊 像这样的类的 以big开头的 是不是这个逻辑写在这里面啊 对不对 我们逻辑分成的啊 但还有很多啊 big UI tag 什么tag2 tag2 3 等等 这样的东西啊 那好了 我们这个Edetach 主要是做些什么事啊 啊 Edetach 除了界面上能够展示出Edetach 外 他又干了些什么事啊 他是不能控制人物的这个 控制人物的这个 做什么事啊 啊 我们看到 这个一个是控制人物的旋转 对不对 控制人物的旋转 啊 第二个控制人物什么 移动 对不对 啊 控制 人物 移动 啊 这速度你找什么条 怎么调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 这个 界面是不是做些什么事啊 他不是控制人物播放大招 对不对啊 啊 控制人物扩大招 人物 播放 打招 啊 对不对啊 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UI模块 对不对 这些东西这些逻辑都被UI 你模块里面的 那你想要调用这个 UI 这个Player Player 模块里面的东西 你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这个 这个控制人物的旋转移动 是不是都是在Player 面里面的控制的 对吧 实体的控制是在这里面 逻辑控制的 那你这个控制 你是不是要写功能啊 你这里面不是干了些是 他写的是吧 你要提供功能啊 啊 这个题目呢 是人物的旋转 啊 第二个你要写实体的功能 人物的移动 第三个是播放大招 对不对 啊 你这个是控制 这个是实体做了些什么事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东西 是要调用里面的东西 是怎么调的 我播放一个大招 我们怎么调的 是吧 就跨模块调用吧 你这里面的东西 要调这里面的东西吗 说白了 这就是单力嘛 这里面的东西 要调用这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 谁的脚这么臭啊 哈哈哈 哎呦 快把晕了 哈哈哈 好 好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怎么调的 怎么调的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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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控制人物的实体 对吧 脚车 不就特么得到他吗 然后是不是他里面写了一个API 叫做ORC 木 不就这个玩意儿吧 对不对 控制他的旋转吗 旋转和移动吧 是不是这样控制的啊 啊 那么这样就 那么播放大招呢 我们看到这 播放大招 BIG TIG ON CLICK 我们看到LOMO里面 这里面 是不是这样播放的呀 对不对啊 啊 这个UI模块调用 UI模块调用这个模块里面的 Player模块里面的 Player模块里面提供的这两个功能 啊 对吧 点instance 什么点 啊 这样你跟人就是你这个 这个是控提供功能 UI模块调用就行了 啊 就是你 这就是好比我们的下命令一样 对吧 我让这个班长做什么 我班长是点下名字 啊 全班有多少名 那这个这个 我是 他是下命令者呀 然后这个实体 谁点名的 是班长去做的点名字啊 操作呀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是玩家 这个 这个模块实际上控制人物的移动旋转 播放大招 那是谁 那么这个 这个谁控制呢 谁去说 说我要宣传多少呢 移动多少呢 是不是UI模块控制的啊 对不对 嗯 然后谁去播放这大招呢 什么东西触发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也是UI模块控制的啊 UI模块这个 就是logical 啊 都是这样的 就在这里面去了 所以说你看一层层的 那我们播放大招的时候 还要播放个音效 对不对啊 玩音效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又一个 又一个模块 我们在这儿再添加一个吧 你关掉了 看以后的关系图是就是这样的 你要掉其他的东西 啊 稍微捋一下都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提供了接口啊 可以播放音效 对不对啊 可以播放 音效 好 那么这个玩意儿 啊 他又管理了是吧 有几个类啊 播了点音效 那么是不是有这个clip manager 什么什么audio manager 等等那几个类 那你这个地方是要播放大招的同时 又播放一个音效 是怎么调用的 对吧 在这儿吧 看到 是player manager 这个 这个类里面提供什么 提供了这句话 这句话 对不对 instance 播放大招 那实际上是这个模块里面 哎 你不 啊 这个模块里面啊 播放大招的时候 我调了这句话 是audio manager instance clip 那是不是这个模块 又调这个模块里面的东西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模块里面就调这个模块里面的东西吧 那么他也是同样的 是audio manager instance.play 某个东西 所以说任何的程序 你调别的模块都是从上到下的对吧 是吧 你看我们我们这个UI模块调用什么东西啊 都是从manager play controller 获取里面的东西 那你这个东西要播放这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 从这儿获取audio manager 点instance 点播放里面的东西啊 对不对 从上到下嘛 你看是都是这样的 一级往下找嘛 对不对 一级找到这个实力就行了 那你把这个这几个类的实力这样理清楚就行了 其实其实代码非常的工整啊 你们要如果你们要如果是看到这个进了公司里看到 这个没有几个人的代码有这么工整的啊 啊 这个代码结构非常的清楚明了啊 你们写了 你们如果你们发现后面呢 如果我不讲这些框架的话 你们发现你写代码就完全没法看到啊 你这样的话一线往下找一些女 这关系非常的清楚明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学框架的好处就在这啊 好了 你就知道哪个模块里面有哪些东西 然后他们之间什么调关系 再捋就清楚了 只不过是你们以前 没一下突然就让你们 接触了这么多代码 就加上你们以前 可能可能对以前的代码有没有 没有理解太清楚对不对啊 啊那么就突然就蒙了 有些东西就蒙了 你这样捋一下就清楚了啊 啊 所以说就把这个 把这个 关系图给这样画出来就行了 好那么就这周星期就是明天是吧 周五周六吧 啊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啊 没有消化的赶紧好好消化啊 然后我们下周接着接着来吧 这个游戏完善了就行了 其实一点名就很清楚了 就知道怎么调用了啊 啊 好 就先给大家捋 捋到这儿 哦